欢迎肖战 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奥利奥品牌代言人肖战 欢迎我们的奥利奥品牌代言人肖战 今天会是一趟又好玩又好吃的飞行之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桌上我们有三架飞机 那你看这些纸飞机上面的奥利奥加星 硬有代表不同玩心的图案 按今天的航程安排 在你放飞这三架飞机之后 我们就要随之出发 所以它将会带我们去一起发现 这个惊喜不断的美味玩心体验 要先看一下我们这三架飞机都有什么不同 我来看看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望远镜吧 对 上面有一个望远镜 那所以 对这边还有不同的图案 这是一个云朵 白云 这是一个游戏机 没有错 三个都答对了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这些飞机会带我们去探索 怎样不同的美味呢 那事不已迟 我让我们一起来放飞 好不好 我们先请战战来放飞一架飞机 我都已经拿在手上了 那就先放这个 那就它吧 抱远镜好不好 好 那就带着玩心去探索 好 那来了 我们就放飞它 三二一 飞远了 我们期待一下 看一下它会带领我们飞上哪一个星之所向的地方 那接下来还有两个 有一个是小云朵的 一个是小游戏机的 嗯 那我们俩一人一架 一人一架 来吧 那我们就一起 三二一 一起 完整出发吧 哇 不错 好的 我们的这个三架飞机都已经放飞了哈 我们期待一下这三架飞机去 会带领我们去探索什么样的这个美好的地方 那我们去找一下它们吧 好不好 来 这边有请 来 站站这边请 我好像已经看到纸飞机了 哦 飞到这来了 对 来 我们请坐 好 来 看到了这架完型纸飞机上面是望远镜 哎 没有错 就是站站刚才放飞的第一架飞机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环境哈 一看就是仪式感满满 来很适合进行一场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个聚会 那想问一下 站站平时跟朋友小聚的时候都会准备哪些东西呢 呃 会准备比如说 茶 然后一些甜点 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酥酥脆脆的那些 小点心小面包什么的 哦 所以听起来站站真的对于甜品的这个优先级排得很高哈 而且对于甜品是情有独钟的 没错 经常跟朋友组局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 其实甜品是可以让整个聚会更加有仪式感的点睛之笔 所以想问一下站站平时聚会的时候 然后对于这个小甜点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或期待吗 要求的话那首先肯定是得好吃吗 嗯 对 好吃是最重要的 没错 所以这个甜点的要求最核心的就是一定要好吃 而且我觉得颜值高也很重要 嗯 同时也得方便携带对不对 嗯 这样大家就是分享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看大家现在休闲聚会的时候呢 也都比较讲究这个仪式感 嗯 喜欢拍照分享 其实不光是拍人了哈 还要拍吃的 主打是一个这个氛围感还有这个仪式感 对主要是现在的就是朋友们对吃的这个要求 不再是简简单单好吃就行了 嗯 还要玩一些新的花样 哎 既要好吃要好看 要好吃要好看 所以想问一下站站站 就平时生活当中跟这个三无好友这个小聚的时候 你们会比较倾向于比如说我们去咖啡厅这种室外的地方呢 还是说我们会约在家里头 就是比较放松的这种环境 其实都行 嗯 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是对的朋友在哪儿 我觉得不重要 都OK 对 哎 没有错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桌上呢有一个小小的摆件哈 就是这个拍照的小提示 因为跟三无好友在一起这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照很重要 这个就像传说中说的这个美食当前让镜头先吃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想问一下站站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小聚的时候 也是会拿手机或者相机来拍一些美食的照片 你看好看的人一般都是拍景物 但是其实想说一下就是如果有一款颜值很高的甜品 出现在这个聚会的餐桌上面 是不是你也会拿出这个相机跟手机来 当然会 当然会 嗯 对 所以美好的食物都特别值得记录 对不对 没错 嗯 那问一下问一下站站 你觉得就是在聚会上好吃的小甜点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好吃的小甜点 我觉得 是那种吃下去第一口就会让人觉得惊喜满满的那种感觉 然后之后还会忍不住再吃 嗯 所以第一口的这个感觉非常的重要 没错 对不对 其实就很像我们奥利奥新鲜上市的树莓乳酪蛋糕 可以满足你对这个聚会小甜点的期待 而且还是新口味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它不仅蛋糕本身颜值很高 它连包装都非常的高级好看 那很多人呢喜欢用它来拍照 于是感拉满 嗯 没错 而且看起来真的挺不错的 嗯 外包装也很好看 适合跟家人还有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哎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盒我们的新品奥利奥树莓乳酪蛋糕 我们打开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嗯 来 哇哦 它里面其实是这样独立的一个小包装 嗯 非常适合大家来分享 给大家 拿出来展现一下 来 这个独立包装是非常方便大家来分享 嗯 而且非常的讲究 而且也很方便卫生 嗯 对 其实它不仅仅是可以分享 也可以用来就是 犒赏一下自己 比如说今天工作或者是学习 非常辛苦回到家 哎 可以来吃一块 而且呢 这个小小的乳酪蛋糕 它的热量也不高 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的来享受美味 嗯 然后我给大家来拆开看一下 哇哦 啊 而且它旁边还有那个纸包着 对很卫生 大家看一下 对 蛋糕本身也是华丽丽的好看 层次分明 而且明亮诱人的树莓粉红色味蛋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怎么样 反正都已经在我嘴边了 尝一下 我尝一下 我 我替大家先尝一下啊 怎么样 哦 嗯 它是冰过的 所以 哈哈哈 有两个对不对 有一点点 对 一会儿让你吃 好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它是冰过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甜而不腻 那要考验一下 站站了 嗯 奥利奥乳酪蛋糕 它有多少种吃法 两种 哪两种 哪两种 一种是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冷藏 对 还有一个是冷冻 哎 站起来不愧是我们奥利奥的品牌代言人 果然答对了 我们奥利奥这款新的乳酪蛋糕呢 一共有冷藏跟冷冻两种吃法 好 那冷藏是比较偏向于丝滑绵软的口感 那另外一种吃法呢 就是冷冻 那喜欢吃冰沙口感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冷冻的乳酪蛋糕 它的口感类似于冰淇淋 让人口口难忘 嗯 没错 两种方法都很好 是 那刚才站站也说想吃 那面前其实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块这个 全新上市的树莓乳酪蛋糕 站站也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要客气 哦 哇 三层 我觉得口感应该会非常的丰富 嗯 怎么样跟大家形容一下口感如何 好好吃 口感很丰富 然后 层次很分明 嗯 而且它不仅是口感丰富啊 而且它那种绵绵的感觉 还有脆脆的 还很松软 我很喜欢 好会形容啊 真的是我们这款这个树莓乳酪蛋糕呢 一口就能吃出三重口感 而且奥利奥在用料上面的一点都不吝啬 因为只有真材实料才会每一口都酥脆 然后绵密还有松软 嗯 那我们上层的这个奥利奥碎呢 融合了黑巧克力 它会很松脆 对不对 口感很浓郁 那下层的这个海绵蛋糕又非常的湿润跟松软 那我们中间的嘉欣呢 是用这个真实的莓果果容 才有的这个天然果香 搭配进口绵密乳酪 酸酸甜甜一点都不腻 而且它没有另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主打一个真材实料的美味 非常非常的用心 是的 而且它还很百搭 我们可以搭配一个咖啡 或者是其他的饮品 更能体现它这个酸酸甜甜的口感 和香浓的可可味和乳酪味 三重口感呢 是让人口口都动心 嗯 而且非常值得跟亲朋好友 一起来分享这份美味 嗯 没错 那用奥利奥新上市的树莓乳酪蛋糕 来表达心意是再适合 不过不过了 那我相信大家在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这款奥利奥新品树莓乳酪蛋糕 很好吃 但是前方还有更多的奥利奥美味体验 等待着我们 让我们去找第二架放飞的完新纸飞机 好不好 嗯 那我记得第二架纸飞机上面图案 是一个小云朵 云朵 对 是我放飞的 我们去找一下刚才 站站放飞的第二个带有这个 小云朵图案的纸飞机 来 这边有请 走 来 我好像也看到了第二架纸飞机 对 在我们的云朵上 对 而且它落在那个云朵上 看起来 这个环境让人非常的放松 舒适 是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纸飞机旁边 还有一个小耳机 对 其实 大家看到耳机 就会想到 平时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戴上耳机 来听一听清音乐 然后来 缓解一下压力 而且每次听完这些舒坏的音乐呢 整个人就像躺在云端一样的这个轻松 所以想问一下 站站平时都会用什么方式来放松自己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嗯 然后我平时私底下的话 也会听一些新音乐来放松 所以其实我们不只要在情绪上放松 同时也要非常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 去保持这个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 这样我们才可以 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分跟每一秒 那这个时候一顿好吃又营养的早餐就显得非常重要 没错 我一直都觉得早餐非常非常的重要 早餐能够吃得好呢 能让一天都充满活力 所以想问一下 站站的早餐一般都会吃什么 早餐的话我吃挺多的 有时候是面包 牛奶 鸡蛋 然后还会有时候会吃面 吃馄饨 都会有 所以就是营养很均衡 对没错 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也会渐渐的意识到这个早餐的重要性 那也开始来寻找一些更加简单或便捷 更好吃美味的早餐的选择 所以我们奥利奥呢 也是非常用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不费时不费力的清量早餐的单品哦 嗯 我已经在好奇是什么样的早餐单品了 好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这就是我们的奥利奥加新云朵蛋糕 那很多我们奥利奥的粉丝呢 也经常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他们就怕云朵蛋糕的热量会不会太高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我们每一个22克的云朵小蛋糕的热量呢 在98到99大卡之间不到100大卡 而且它添加的是进口可可粉 不含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是一款美味又有品质的早餐单品 那我就拆开给大家看一看 嗯 来 哦 对 它也是这种 独立的小包装 对 独立的小包装 那非常的方便大家携带 包括你宅家追赞赞的巨 时候呢 都可以来吃它 而且想吃什么 你随口打开一包 然后或者是你这个外出录影旅游的时候 你带上它一点都不这样空间 那我接下来就拆开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它 好不好 哦 站站面前也有两块 我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对 给大家形容一下 它在手上的这个感觉 QQ的 嗯 松松软软的 是 像云朵一样 对 像云朵一样 躺在上面会非常的放松 那 来吧 我互联网嘴涕 你看互联网嘴涕是帮大家说话 我互联网嘴涕是帮大家吃东西 我来帮大家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好不好 嗯 嗯 它吃起来味道也非常的不错 它一口下去呢 你就能吃到它经典奥利奥的风味 口感非常的松软 嗯 可以吃到经典奥利奥的风味呢 听起来真的非常的不错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奥利奥云朵蛋糕的特别之处了 它的外层蛋糕呢 采用的是进口可可粉 所以它带来的是非常纯正的奥利奥风味 那里面的这个夹心呢 是经过千次的打发 所以它吃起来才会这么的细腻跟柔滑 看来这云朵蛋糕的配料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很扎实 是的 其实像这样每天我们吃早餐的时候 无论是单独的吃它 还是简单的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豆浆的话呢 都可以唤醒一整天的活力 嗯 只要简单几分钟就能轻松的搞定了 嗯 那我们也希望站在每一天吃到它呢 都可以来开启这个元气满满的一天 那当然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记得 好好的吃早餐 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这样才能有更好的体力来迎接工作跟生活 没错 平时再忙也一定要记得吃早餐 嗯 你也要记得吃早餐好不好 我一定会记得的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那一起在这个空间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身心的放松 真的还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嗯 那但是我们的这个美味之旅呢 还没有结束 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去寻找最后一架完星纸飞机 好不好 嗯 这边有情 在哪呢 在哪呢 最后一架纸飞机 等等 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最后一架纸飞机 哎 那大家也看到了纸飞机旁边呢 我们有一整面的奥利奥 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好 来 看到他 你会理想到什么 这个看起来又有游戏可以玩的样子 哎 哈哈 一定是有一些小挑战要等待着我们的站着 好 所以接下来这个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 嗯 那看起来很有自信的样子 我们见面奥利奥墙中间呢 隐藏了一片奥利奥薄脆 你能非常快速的找到他吗 这个对比真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嗯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奥利奥薄脆 嗯 然后这个也是普通的奥利奥 嗯 这个也是 也是 看看 这对比 多么的强烈 站站真的非常快就找出了我们的薄脆在哪里 好 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下 我们中间这两块的对比 哎 我们的奥利奥薄脆跟我们奥利奥饼干 对比起来呢 它的饼皮只有三毫米 真的比奥利奥饼干要薄很多 没错 嗯 所以呢 非常非常容易找到 第一题等于是送分题了 第二题我们叫 开工难度 上升难度 可以看到了 在站站的旁边呢 我们有三个声音游戏盒 嗯 那一会站站你只要摁到它 它就会发出相应的声音 那这一次你要靠耳朵去辨别出 它的答案 哪一个是真正的薄脆 嗯 有一点点难 嗯 让我试一下吧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先听一下 他们这个三个声音盒子当中 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把手放上去吗 对 你把手放上去就能触发它的这个声音 不是 不是 这肯定不是 第二个你再试一试 最下面这个 嗯 嗯 好像也不太对 嗯 我们看看中间这个呢 啊 诶 嗯 那 其实后面两个声音有点像哈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它 我觉得应该是它 我觉得应该是它 哦 其实我们三个盒子里面都是这个很脆的声音 嗯 但是大家听起来呢 诶 很接近是后面这两个 但是我们奥利奥薄脆吃起来的声音呢 是很有辨识度的 因为它薄脆真的很薄 所以呢 在咬开饼干的时候呢 会有非常清脆的这个咔嚓咔嚓的声音 嗯 而且你听起来会非常的放松跟解压 对 我刚也这么觉得 所以你是有感受到第二个这个声音盒子当中 它是有这种咔嚓的声音 而且很放松解压 嗯没错没错 所以你确定要选择中间这个 嗯 我确定 那我们打开它 看一看里头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 OK 来了 3 2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啊 果然 恭喜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正确的答案 就是我们这个香草奥碎味薄脆 给大家来看一下 是 挑战成功也获得了我们游戏的奖品 就是香草奥碎味薄脆 诶 刚才那个小游戏呢 其实也是带大家一起直观的感受了奥利奥薄脆的这个 看得见的薄 还有它听得见的脆 一片小小的薄脆呢 吃起来有多层的口感 可以带来非常丰富的味觉的体验 嗯 好 那既然你每次你都考我的话 嗯 我也来考考你吧 嗯 你知道为什么奥利奥薄脆吃起来会有那么多层的口感吗 那我得先吃一下才知道 巧了 诶 诶 正好这有 来吧 选一个吧 好 那我就忽利奥嘴提就不客气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有多薄三毫米的这个薄度 然后我来尝一下味道 嗯 它这个口感呢 跟声音真的是又薄又脆 嗯 而且我们奥利奥这个薄脆的饼皮呢 虽然比经典奥利奥的薄 它只有三毫米 但是它的用料也是非常烤灸的 使用的是百分之百进口的可可粉 那添加量呢也是比经典奥利奥饼干要更多 所以它吃起来这个可可味呢也是非常的浓郁 而且会更加有满足感 那我刚刚尝到的这款香草奥脆味薄脆的夹心呢 还添加了奥利奥碎 让整体的口感更加的丰富多元 每一层都能尝到不一样的风味 嗯 层层薄脆有料 嗯 就是薄脆有料 而且我们的奥利奥薄脆拆开小小的一包 非常适合大家平时休息 或者是需要放松的时候吃上一片 来解解馋 而且甜度呢也是刚刚好 不只是好吃 它薄脆的这个包装呢也很好看 大家外出野餐的时候带上它 也感觉是非常出片的 嗯 没错 生活中可以通过美食来放松 和朋友分享呢更是一种乐趣 是的 无论何时何地 能够和身边的人一起来分享奥利奥 那我们的生活呢就是需要这些美味来进行点缀的 不管你是在忙碌的时候治愈疲劳 还是在无聊的时候来打发时间 奥利奥都能给你很不一样的生活惊喜和乐趣 那哇 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快 那我们马上要接近尾声了 那最后我们请站站一起回到我们的完星出发地 好不好 来 这边有钱 OK 走 这一趟惊喜不断的美味之旅呢 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最后我们请站站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趟旅程的感受好不好 这三趟旅程呢都带给我不一样的完星体验 嗯 没有错 那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站有我们新上市的树莓乳酪蛋糕 又好吃又好看 然后增加了我们生活的仪式感 也非常适合在一些特别的时候呢 跟家人或者朋友来分享 那我们第二站呢是遇见了松松软软的夹心云朵蛋糕 为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每一天 那第三站就是让人快乐又很治愈的奥利奥薄脆 咔嚓咔嚓停不下来 那想问一下站站最后还有什么祝福 要送给我们的奥利奥呢 我在想终点也是一个起点 只要保持完星满满 就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我相信奥利奥未来将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更美味快乐的新体验 是的 我们谢谢站站的祝福 也希望站站可以像奥利奥一样 时刻怀揣完星 找到更多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那完星不改的奥利奥呢 玩出美味的无限可能 每一款美味都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然后再次的感谢站站今天的到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下一趟的旅程吧 拜拜 拜拜